古葡,11月7日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,18-19赛季欧冠小组赛,展开了第四轮的争夺,结果巴萨尽管在最后时刻被国民班平比分, 但依然凭借胜负关系的优势,成为了首职晋级本赛季欧冠十六强的队伍,而摩纳哥,爱因霍文和火车头则提前出局, 利物浦,巴黎圣日尔曼,纳布勒斯和贝尔格莱德,红星所在的C组形式最为复杂,四对节有晋级可能,A组,摩纳哥出局,多特,马晋级本确定出现本轮0-4惨败布鲁日之后, 四轮紧记一分的摩纳哥对提前出局,连续两个赛季者几欧冠小组赛,尽管在同摩纳哥的两回合比赛中收获4分, 但布鲁日尔曼,但马晋和多特相差5分,只有最后两战面对榜首两强全胜,才有可能获得出现权,考虑到球队间的实力差距, 确保一个本赛季欧联杯淘汰赛资格,对他们而言是更为现实的目标, 多特和马晋目前只为三胜一负,相互战绩占优的多特在小组第一的争夺中处于领先地位, 两队很有可能在下轮结束后同时确定出现, B组,巴萨出现,爱因霍尔出局,热刺响尽急需击败国米最后时刻, 被伊卡尔迪搬平比分,到巴萨失去了锁定小组投名的良机,但巴萨凭借胜负关系的优势已经确保出现, 他们只是一场胜利,来锁定小组投名,预知相对,但轮备热刺逆转之后,胜负关系处于下风的爱因霍尔, 也确定提前出局,即四分的热刺与机器分道,国米之间上有三分差距,由于在首回合交锋中一比二落败, 热刺下轮必须在主场击败国米,才能保留以小组第二星级的可能, C组,纳布勒斯战优,阿里下轮死科,利物府本组是四组中局面最为混乱的, 投名纳布勒斯和墨位的红星队之间仅有两分分差, 若下轮纳布勒斯能在主场拿下此前客场战绩不佳的红星, 那么他们的积分将来到九分,在这种情况下,一旦巴黎无法在主场赢下利物府, 那么纳布勒斯都将凭借积分或胜负关系的优势提前晋级, 对于利物府而言,球队还需要在后两轮拿到四分确保出现, 考虑到客战巴黎以及主场面对纳布勒斯的难度, 张剑欧冠亚军的出现之路注定不会轻松, 而对于三战紧急5分的巴黎而言, 下轮主场打利物府,同样是不容有失的生死战, 本场比赛一旦打平就会丧失出现主动权, 而一场势力,更有可能造成提前出局的后果。 红星虽然势力偏弱, 但考虑到他们此前的专家表现, 这支球队依然存在继续搅局,乃至暴闹出现的可能。 第一组,波尔图沙尔克晋级在望,火车头全摆出局本组中, 上赛季普筹豪门波尔图四战三胜意平级十分独占熬头, 他们只需一场平局即可确保出现。 本赛季的假中表现不佳, 沙尔克二胜二平级八分排名第二, 他们也只需一场胜利即可出现。 小组第三的加拉塔萨雷目前只有四分切相互战继续于沙尔克林斯, 他们必须在最后两轮收获全胜才有可能晋级。 而作为本组的种子队, 新科恶超冠军莫斯科火车头四战坚末, 已提前出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您的支持周末仁超 İslam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您的支持周末仁领族 转发 您的支持周末仁领佛、